他不是科幻电影,但特效制作比流浪地球难上数倍 他不是流量明星,却是国内片酬最贵的演员 一分钟就要花掉两百万 特效指导徐剑接到任务的第一感觉就是导演是不是疯了 是的,筹备五年头发都白了 陆阳导演确实不疯磨不成活 绣春刀后他消失了近四年 一年筹备,一年拍摄,剩余的时间全用来做后期 而主角吃发鬼就是一个吞金兽 40万根头发,90万个毛孔,单单面部毛孔就多达4.8万个 说他是活人一点不假 连瞳孔里都能反射出景物 平均每一针渲染都需要花费16个小时 部分镜头甚至超过了30个小时 流浪地球的特效用时9个月 而它花费了两年半 就连无精探班都不得不服气 而这家特效公司不是出自好莱坞 不是出自维塔光摩 而是国内的More Wi-Fi X 该公司负责过《流浪地球》、《悟空传》和《艺术好戏》等多部影片 相信刺杀小说家会让More Wi-Fi X再次大方异产 除了特效 影片内部分益世界 剧组花费5个多月占地17万平方米 搭建了20多个摄影棚 光外陆离的场景已经让摄影师生无可恋了 而另一个被折磨得不成人情的药区郭京飞了 一个老僧妆需要化时6个小时 而且化妆好也只能维持4-5个小时 这十几个小时郭京飞不吃不喝还得拍动作戏 辛苦只是其次 因为参与化学成分 每次卸妆她的脸都会红肿 奇养难忍 但她却爱死了这个角色 炫酷的造型 傻夜的嗓音 以及视如破竹的招式 让她沉浸在角色中已经无法自拔 另一个身经如燕的女杀手就是杨幂 为了达到飞花摘叶可伤人的身手 她提前进组接受了魔鬼般的训练 即便赶上胜利期 被摔被低被打 她从没说一个步子 因为有人比她还要辛苦 她就是小说家董子健 一人分饰两绝 既要减肥满足小说家的形象 又要健身达到陆空文的彪悍 从早六点练到晚六点 攀岩游泳吊威亚各种招式 让她硬肩不暇 常常一个高难度特技动作 都要重复恩便 拍水里的戏份时 零下三度泡在水汁里八个小时 第二天依旧精神饱满 作为男主角雷佳音自然是受虐千百遍 一副盔甲重六十斤 穿上还得有行云流水的气质 和虎步生风的架势 即便是经过处理部的道具 一遍遍砸在身上 也会弄得浑身于清 更何况一不小心砸得头破血流 动作戏对于演员或许来说 只是体能的考验 但感情戏绝对是影片升华的点睛之笔 雷佳音饰演了一个丢失孩子的父亲 为了找回孩子 他接着任务 刺杀一位无辜的小说家 手起刀作时那份仇处不仁与杀伐果决的碰撞 觉得让观众有很强的代入感 看似是一场天马行困的冒险 实则是虚实结构的特殊存在 小说真的能影响现实生活吗 一切凡人真的能是什么 大年初一 此杀小说家为您揭晓明 这一切凡人 竟敢试试